字幕君 下午茶水果 今天難得化了點妝 超久沒化妝 應該是這麼完整的妝 應該是差不多兩週吧 我的耳環 小貓的 小兔子的 懷孕的OTD那邊 我也有分享 但是我也不曉得我那時候 到底剪出來了沒 因為我的影片太積累了 所以就是有一些懷孕的影片都還沒剪 再來我是要分享這個 LV的領帶 然後這個在前幾個影片裡面 握給小仙 就是把它用成頭帶的那個樣子 那時候還太小了 所以整個袋子對它來說太大了 領帶我分享了超多超多次的 但是它真的是很好很好搭的東西 其實我並不會綁一些很複雜的結 這個呢就是你把它放上去這樣子 然後你在背後這樣子 搭個結就可以了 這個幾乎是我在春夏秋冬都會用 因為它的材質是比較濕質的 所以在夏天用其實也不會很熱啦 冬天的話其實就是如果你怕冷的話 就是我先用一個 然後外面再包一個比較毛毛的圍巾 就比較保暖這樣 然後就你看整個感覺就都不一樣 那另一條呢 比較暗色系的 其實這個會綁的話可以當個很好看的髮帶 這樣感覺其實也差滿多的 因為我現在前面沒有鏡子 所以我必須要靠前面的螢幕 來看 還有另外一個顏色 這個就是粉色的 所以它就是兩面圖案不太一樣 你可以照你的喜好去用 我今天穿衣服顏色是比較米白的 所以我就挑顏色比較重的這一邊 我們來試試看髮帶好了 髮帶應該是先 繞過後面 欸這個比較比我想像中的 短一點 其實我應該早該學了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 帶這樣子的東西 但是就一直都沒有學 我一直很有感的是就是 懷孕之後 然後一直到生之後 直到現在大概 兩個多月 最有感就是臉很大這件事情 在鏡頭前面更是 就是整個很重 我現在回去看我那個帶鏟包的影片 就覺得天哪臉怎麼這麼重 到現在比較好了 雖然體重還是也是蠻可怕的 我買了這個裙子啊 超級無敵短的 但我現在還有點肚子 所以我覺得穿這個 比較舒服一點 但它實在太短了 這次敷完面膜之後上妝的樣子 我現在這邊的膚況還不錯喔 這邊的膚況還不錯喔 額頭變得超高 然後額頭會長一些痘痘 長一顆在這 有點久了 看這邊都是 如果你想畫眉毛的話 我會建議啊 你在畫完妝的時候 就可以先把眉毛拍乾 因為拍乾之後 就會比較好上 但是也不要太多喔 不然你的毛上面就會沾很多粉 就會白白的 就很奇怪 確認眉毛都乾了之後 尤其是這個眉尾的部分 然後順著毛流畫 然後很多人說不能從眼尾的眼頭開始畫 眉頭啦 但是我倒不覺得 你可以學習控制力道 然後順著毛流這樣子畫下來 畫眼尾 眼尾 眼頭 然後用這個Fenty Beauty的Stick 來修容 也是用手把它暈暈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是用這個Chick Glitter 做修容 修容的話我會習慣看圓的鏡子 雖然不要看近的喔 近的鏡子你修完就會覺得很濃 很可怕 然後你覺得真的比較重的地方 用你的手指的溫度 讓它融合在你的肌膚裡面 這樣妝就會覺得比較立體 再來是打亮 這樣我會打亮在這個妝間 還有眼頭 鼻頭 一點點在人中這裡 還有兩邊 然後如果就是完成妝之後 你想讓眉毛更根根分明的話 你可以再說想睫毛膏 然後再來三個最愛的NARS唇釉 這個是Slow Ride 這顏色我超喜歡 再上一下忘記上了腮紅 怎麼忘記了 今天來戴的耳環就來戴這個 小天使耳環 是戴上了的樣子 喜歡喔 天使耳環 乖 完成 by bwd6